我個人當時因為身心狀況 其實並沒有很穩定 我覺得我還承受不了輿論的壓力 所以我並沒有選擇公開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今天是6月4號 是世界民主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是一個污點 為什麼王丹你可以 為了那一位當年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為他發聲 繼續帶著這樣子的光環 踏著那些曾經在中共強權強暴之下 犧牲的人們的靈魂站在這裡 可是我現在面對你 我現在面對王丹你 我就像是那個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我很害怕 6月4號對於李先生而言 卻是他再也不想回想起的日子 每當這個時間到了 他就要看到當時 對他進行這些行為的這個人 出現在電視上面 而他沒有得到應得的道歉 王丹先生應該要出來面對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這一次在臉書上寫 關於2014年6月6號 王丹在紐約法拉圣地區的 那個飯店對我強文的李元鈞 那我現在在這邊再重塑一次 我臉書上面當時所說的內容 我跟王丹在2014年的 大概年初的那個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就先認識 那後續我們有幾次的聚會裡面 他就有提及到說 他接下來要前往美國 那願不願意跟我 讓我請我一起去到紐約 然後我們有一個夏季的招待 那當時我才19歲 也是一個快20歲的年紀 我完全事前其實並不曉得 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師長 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前輩 那我不會因為 我會覺得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名人憧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有名人願意帶我去美國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邀約 所以我當然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買了機票 然後跟著他的助理一起到了紐約 6月6號那個晚上 因為我們在飯店裡面 我們是住在同一個房間 我跟他的謝信助理 還有他本人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那天晚上他謝信助理先出門 出門之後 王楠他就走到窗邊 然後看著我說 為什麼我一直在用電腦 為什麼來到紐約 第一次來不看看外面的風景嗎 我心裡就在想說 好 沒關係 我就敷衍 可能就過去看一下 但我沒想到的是 我走過去要看窗邊的風景的時候 他就從後面用力的抱住我 接著開始強吻我 吻了之後呢 他就把我推到床上 然後繼續強吻 甚至意圖想要解開他自己身上的衣物 我當時其實非常非常的震驚跟害怕 因為我沒有想到 一個前輩一個名人一個政治 可能或許過去是明星 他竟然會對我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我很害怕他接下來要對我做出 其他更深入的事情 所以我跟他說 我一個臨場反應 我跟他說 老師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剛動完手術 我可能不方便 那可不可以老師先不要 那王丹他確實收手了 可是我求助他的助理 我跟他說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王丹要親我 但他的回應只有跟我說 老師是在開玩笑 不要當真 他只是玩玩而已 但為什麼他 為什麼我這樣子的一個求助 可以被當作是開玩笑呢 然後接著他就開始在這 一週多的時間 我在美國一週多的時間 他時不時的就會開始 用一些言語騷擾或是玩笑 甚至有意無意的暗示 我說今天晚上跟他一起睡啊 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試圖的希望 就是我可能 希望我跟他發生關係之類的吧 對 但對我來說 那一週多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害怕的時間 我必須要去 我必須要去 掩飾我心中的害怕 我又不能讓他察覺到 我其實很想逃跑 我非常 那個時刻我非常想逃離美國 但是我孤身一人 我沒有任何可以 我沒有任何親友在美國 我甚至語言不通 我根本就沒辦法跟當地的警察報警 所以後來我就忍耐 那原定其實是兩週的行程 我後來跟王丹還有他的助理說 因為我台灣有事情 我想要提早離開 所以我後來就提早了大概 我是在15號的時候離開美國 回到台灣的 那 這件事情這樣子後來之後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那個情緒才可以宣洩出來 我在美國沒辦法哭 我找不到自己一個人的時間哭 因為我跟他長時間綁在一起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時間說 我要跟誰求助 我還有誰可以求助 我在美國那個時候 網路其實WiFi也還沒有非常的發達 2014年當然 我那個時候到美國去 我第一件事情是 哇 我要怎麼游網路 我好不容易才連上我的飯店的網路 我才有辦法去發出第一篇訊息說 哦 原來 美國的風景是這樣子 啊 我也不能哭 我不可以在他面前哭 我不可能再躲到廁所裡面哭 因為我 跟他一起住 我甚至到了他加州的住所 那 他的空間裡面 我要怎麼去宣洩我的情緒 所以我都不敢 我甚至在他家的時候 我躲在我自己的客房 我完全不敢出去 可以的話 我真的是不希望跟他一起獨處 直到現在 我那個時候回來之後 我後來成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我後來成為林亮君議員的助理 那 在我後來的人生規劃 我希望離開 我那時候打算離開議會時 我有告訴亮君 我當時遭遇的事情 我非常的希望可以公開的坦承 公開的向大眾說出這一切 那 我其實 也有跟當時的呱吉議員 邱惠傑議員說明這件事 其實他們聽完了我的故事之後 他們都非常相信我 他們也很支持我 接下來要做任何決定 但我個人當時因為身心狀況 其實並沒有很穩定 我覺得我還承受不了輿論的壓力 就像是大家可能會說 我可能是中國派來的打手 或是我可能是來抹黑 這個所謂的民主陣營的人 所以 我當時承受不了這樣子的壓力 所以我並沒有選擇公開 但是 我的證據 就像大家說的 我很幸運 我的證據一直都有保存下來 所以 我事前已經有公開了一些資訊在網路上 那 我接下來會釋出幾個 我還沒有公開在網路上的訊息 第一個 這個是 我跟王丹本人 在臉書上的訊息 他在2014年5月30號 台灣時間下午4點47分 傳訊息告訴我 在紐約等你 他希望在紐約等我 這個是一個明確的邀約 這是王丹本人的臉書 我的手機現在還有這個紀錄 這是今天的截圖 好 接下來 這是第二個 就是大家前陣子都看到的 謝姓助理的對話 當時我沒有把時間標註進去 我現在把時間標註出來 是2014年6月6號上午9點29分 但是這個上午是因為是台灣時間 所以他顯示是上午9點29 對 那 這就是我當時求助的時間跟紀錄 那我也是依著這些紀錄去 陳述我當時遭遇的情形 那 很多人在告訴 很多人可能懷疑我說 我是不是有真的去啊 我是不是有真的 告訴 我是不是有真的 給他走完這個行程 那 我在這邊 我也公佈其他的相關的紀錄 就是 我當時有住進到他的私人住所 他在加州的住所 其實我還有很多照片 但是基於因為他是一個敏感的人士 他是中共一個首要的目標 我不應該在這邊公開其他的資訊 但我想跟大家說明這幾張照片 上面這一張是我個人自己在他的住所的時候所拍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張掛畫 還有這座台 還有 還有這個台燈 其實我們有其他的 這個 這個台燈 這張掛畫跟這個掛畫是一模一樣的掛畫 這個台燈跟這個台燈是一模一樣的台燈 這兩張截圖是他本人自己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的影片 是他公開在上面的節目的影片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 王丹的社群上面就有這樣子的影片 這絕對不是我個人去刻意去捏造 而且我想問大家 如果今天不是他邀請我進去他家 我有辦法拍到這張照片嗎 再來第二個是 這是他們家的應該是廚房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張這邊有一個書法制的字體 這裡剛好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截圖 然後這是他的桌子旁邊有一個植栽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植栽 那因為這個手機其實當時2014年我的手機畫質不是很好 所以拍的有點模糊 但其實基本的特徵是認得出來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個人當時在拍攝的照片 另外就是 當然我在過程中 因為他當時美國有帶我去了不少的行程 那其實行程中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為了要自保 所以在行程裡面我都有錄音 不過因為錄音的裡面涉及到太多無關人事 所以我不便在這邊公開 那最後我想要講 我想要說的是 今天是6月4號 是世界民主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是一個污點 我也是一個非常反對中共政權打壓人權的一個人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王丹你可以 為了那位當年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為他發聲 繼續帶著這樣子的光環 踏著那些曾經在中共強權強暴之下 犧牲的人們的靈魂站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人權 你可以關注他們的人權 追求這些民主自由 可是我現在面對你 我現在面對王丹尼 我就像是那個站在坦克車面前的人 我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一個不小心 我有可能就會被你這台坦克打死 你比我有太多的詮釋 你有太多的光環了 你的手甚至可以伸到政治或是學術圈裡面 對我進行打壓 但是我只能告訴我自己我不害怕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間 2023年了 大家都有看到最近政治工作者非常多人在講說 在職場上的遭受不當的對待 以及性騷擾的部分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啟發很大 我很謝謝每一個站出來說出自己故事的人 雖然我聽完這些故事我也非常的難過 但我真的很謝謝大家願意說出來 而且像現在最近民進黨自己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他們自己這樣子的做法 讓我給了我很大的勇氣 因為他們明確地告訴這個社會 性騷擾 性霸凌 不當對待 是不應該存在的 2023年了 我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 自由民主難道包含可以隨便性騷擾 性侵甚至猥褻 而且強迫這些行為的自由嗎 我想要告訴王丹 你說你很忙 你說這跟你的記憶有落差 沒關係 我讓你忙完 我在這邊希望提出來 6月6號 如果6月6號之前你沒有在社群上面明確地指出說 你為你過去的行為 為你過去所欺負過 可能騷擾過甚至侵害過的人道歉的話 6月6號我會帶著我的證據 直接向檢方提告 採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再次強調 我跟我的團隊一直都支持也堅守所謂的民主自由價值 那王丹先生在過去對於這個中共的這些打壓跟人權的侵害 他都表態的非常的明確 那但是我想追求民主跟自由 這不單單只是面對中國的暴政以外 我們需要的是希望我們生活的環境 希望我們生活的國家 都能夠讓每一個人平等自由不受侵犯 那所以我想同樣堅守民主自由的人士 王丹先生也應該要面對這個事實出來面對 那我想再看到他這個昨天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來去否認然後來去迴避這件事情 其實老實說我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 那也很希望說他可以出來面對 那我也看到有些網路上的人在指出說 這是一些政治行動 然後王丹先生也指說 在六四之前爆出這個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我聽到是覺得非常的心痛 六四對於很多人來說 或許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個重要的紀念日 但是對於李先生而言 但是對於李先生而言 六四卻是他再也不想回想起的日子 對他來說就是陰影跟恐懼 每當這個時間到了 他就要看到當時對他進行這些行為的這個人出現在電視上面 而他沒有得到應得的道歉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我們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 這件事情王丹先生應該要出來面對 也要再次強調 這跟所謂的政治行動 政治攻擊毫無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一般的人權 那也請他勇敢面對勇敢站出來 那我們今天的說明 李先生的說明應該就到這邊 那不知道各位媒體朋友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問一下這個6月6號 大概是台灣時間還是美國時間 那現在人在美國 那第二個是最速期的問題 最速期的部分我們等一下請律師回應 那6月6號 6月6號是台灣的時間 6月6號台灣的時間 對 6月6號過午夜之前 就是要跨6月7號這個時間 對 我知道美國有時差 對 所以我願意等他 我都可以等九年了 我不介意再多等個幾天 那追溯期的部分 因為追溯期的部分 可能會涉及到的 不只是所謂的性騷擾 而是有機會落入強制性交的範圍 那如果這樣的話 追溯期是20年 所以其實是還沒有過的 還有其他媒體朋友要提問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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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